各位聽眾大家好,歡迎收聽12月7毫萬的《影幻春秋》,又是我Thomas 又是我Grace Agnes 我們一開始說什麼呢? 其實有一套挺珍貴的影片,我和Thomas都看過了 但這套是電影資料館《尋真記》 它在2021年4月已經開始發售 我和Thomas兩個在4月的時候就買了12月的票 老實說,如果不是有提醒,我真的不記得我已經買了一套電影 幸好它提醒我 而那張票掉色的部分就沒有掉到座位 我至少知道自己原來是買了一套電影去看 我們看什麼電影呢? 就是這個阿菲正傳的午夜場版 我要離身,我沒有看過午夜場的 那Thomas,我想你更加不會看,那時候很小 我家裡有一套DVD 那時候已經有橫壓出的了 但那個不是我們昨晚看的版本 不是我們星期六看的版本 絕對不是,因為你看那個版本 我看完之後我覺得它那個版本不是一個正式的版本 就是似乎是一個好像很急的拍出來 然後趕著上夜場 然後給觀眾試一下反應的一個版本 因為它這個版本 首先製作上其實它有些東西是未完成的 就是它那個字幕呢 它是有些 它有些VO是沒有印字幕的 應該是因為製作太急的關係 所以就咦咸咸咸咸的就上了馬 對了那這個阿菲正傳的午夜場版 其實在香港就一早已經散入了 就是不會有 但在2007年在加拿大溫哥華找到的 有一位姓馮我們要尊重人 所以我們要說別人全名的 就是馮丙重 他上山下海就在加拿大找到這一卷的五夜長板 所以就像Thomas說 我都奇怪我以為那些是新加入 原來那些電影真的急得自剖都做不及了 其實我們昨晚看阿菲正傳的五夜長板 是很有趣的 因為我上次看阿菲正傳已經很久了 我記得是白魯會員 當時那些菲林基要退役 他就特意在數碼講 就播了幾場阿菲正傳的35mm的版本 我去看一看 看完之後其實我的印象都很深刻 但之後我就沒有再翻看過 直至昨晚 所以有一些我們出山路牆 我們就整班人在這裏 就是叫雜師講究竟裏面有些什麼是不同了 其實我們可以說他裏面真的幾多東西是不同了 那首先一開始其實出場不是張國榮和張萬鈺相遇那一段 他一開始那一幕就是梁朝偉梳頭那一段 換言之其實他是把尾那一段 他是放在前面做一個開始的 然後跟著就有一幕就是說 就是很快地拍著劉德華 拿著把刀想想砍油的畫面 因為他那個畫面來得太突然了 所以其實我自己都完全準備不及 那個我記得其實很有趣的 那個原來是梁朝偉就說 自從他在菲律賓回來之後 個人變了 我記得類似是這樣的 我初初是記錯了他在說張國榮 應該不是 他在說那個是劉德華的角色 他說他在菲律賓回來之後 他個人變了 然後之後就接了上去就是劉德華拿刀砍油 應該是其實是菲律賓回來之後的那段 但是很奇怪的其實放了進去 跟著就去回正式開場那段 跟著之後其實有些什麼變化 其實我不是真的看過很多次阿非正傳 所以其實我就真的不太看得出 分別是有多大的 但是感覺就是後段去菲律賓那段 其實那個節奏好像是慢了下來的 好像多了一些鏡頭 那時候很快的 我記得他砍油那段是砍很快的 我們看好像多了很多東西 就是多了一些無謂的動作鏡頭 還有有些很奇怪 還有我覺得多了些什麼呢 就是張曼玉他和張國榮攤牌的時候 那個對白那個對白 就是那場很長的我覺得是 我記得我看的時候好像沒有那麼長的 還有他有些很細微的變化 就是例如有些拍著森林的畫面 有一個版本就有VO的 有一個版本就沒有VO的 還有劉嘉玲去菲律賓找張國榮那段 不同版本是有分別的 有一個版本就是拍著那間酒店外面的 另外一個版本就真的是 在這間酒店裡面 說到這間酒店很多香港人住 是有分別的 我們昨晚看那個就只是劉嘉玲 在進去那個賓館裡 就去卡塔那裡租房 之後就沒有了 那裡就 但是這個呢 在公映版是沒有出現過的 因為我記得公映版 他是問人 你有沒有認識這個 你有沒有見過一個 就是有沒有見過一個玉仔 這個會深刻一些的 因為我覺得這一幕是拍得不錯的 但是原來公映是沒有了 而且他沒有了很經典 張國榮背部的 slow motion 是沒有了的 他戲裡面是 昨天我們看過的版本是 那我 我猜應該就是 因為午夜場版本其實都是 給人試反應的嘛 那 昨天看過那套戲 其實他都直接說 說那個反應欠介 英文就是他用那個字 就是poor 就是 我看到有人留言 那些是有幸 真的當年有去看過午夜場的人來的 他說 他說 當年真的在這個場上 那些人是罵得很厲害的 奇夫 就是 Annis 應該認識 他說他那時候讀書 那時候讀御科去看的 他說他很記得的 他說是罵得很厲害的 那些人是 那所以他說呢 對這套戲的印象特別深刻 那我們看回 其實昨天 都明白為什麼他再展過的 因為其實有一些 因為如果以阿森哥仔 他比較熟悉一些港產片 他說很有趣的 原來有一些鏡頭 那個擺位是不同了的 其實究竟他拍了多少個鏡頭呢 為什麼他可以有萬十個鏡頭 可以丟回去呢 他說不同角度 就是說他說有一些 我們昨晚看到有些角度 原來跟公影有些角度 又不同的 近鏡就轉遠鏡 遠鏡就轉近鏡 那些 那一看回 網上的紀錄呢 王家衛拍這個阿菲正傳 他拍那個鏡頭 是 原本電影長度過三倍 就是他拍了四五個小時的鏡頭 那如果他 是真的有留下那些鏡頭的話 其實他真的可以 剪很多個版本出來都可以的 但是他現在的版權 是不是都是玩的 我看到因為他明正是明正是玩的 電影公司的 是的 我就有一個2000年的DVD 那時候那個版權已經去到環亞那裡了 如果那個版權是去到阿東那裡的話 我相信這套東西是不會面世的 因為這套根本就不是一個 完整的製成品來的 那你以王家衛的性格 一定是 一定就會收到 不肯拿出來的 就是正如你現在 東邪西毒 其實王家衛 他只是 他自己是只有 那個終極版而已 舊那個版本 其實已經是 已經是消失的了 是 陳芬奇做配我那個 但是其實 奇怪的是 因為我又很遺憾 我真的沒有看過那個舊那個版 其實 我是看了終極版 但是我發現那個舊那個版 好像已經沒有再流傳過 但是呢 有些看了兩個版的人 其實他們喜歡陳芬奇的版 就是那個配樂版 其實舊那個版本 以前是無線經常播放的 那如果你買舊的日版 或者以前舊的DVD那些 一定是舊版來的 是 後來他搞那個終極版 我不知道他用盡什麼方法 令到這個舊版沒有辦法 可以再流傳 但是我相信很多資深精華 是還有舊版的 就是我自己印象 其實都是舊版的 我對那個舊版的印象 那些音樂都是陳芬奇的 嗯 嗯 這個就是比較有趣的地方 其實之後我們 其實為什麼我們會說 我們當然我們分享 我們看完這個五夜長版 其實都挺過癮的 終於知道為什麼他要剪過了 然後我們再 我們要再想起 當年90年香港人的文字 其實很壞我這麼說而已 但是那時候那些人看起來真的看不到的 就是他們所有事情都很直接 他們都會覺得 究竟他拍了什麼出來呢 那我們現在看起來 就覺得 其實有些鏡頭是拍得挺有意味的 但是其實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因為我們已經經歷了 看他這麼多電影 以及我們又看很多海外的電影 就是看了很多東西之後 我們再看回來 我們就會覺得 其實都拍得不錯 為什麼那時候會罵得這麼厲害呢 但是 如果你想回當年的人 那個觀影那個水平 他們看的東西是很簡單的 那你突然間給這麼深的東西 我也不想用心字 其實我真的不明白為什麼他們會看不明白 那麼深 在他們的程度來說很深 他們就會覺得 咦他們拍什麼呀 那些人 其實已經沒有慢動了 說真的 有慢動了 我想五夜長的人罵得更厲害 因為他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所以我看就是 很有趣的感覺 我可以跟一些人 因為我們昨晚 我們在文化中心 大劇院看的 就有當年那些 那些舊式大戲院的感覺 那因為呢 其實有一場 就是12月31日 10點鐘 就是在電影資料館的 Thomas是買不到票的 買不到票 還有他另外有一套呢 有五夜長版就是 《跌血街頭》 那一套我也是買不到票的 是啊 因為他 我有問過別人 他們告訴我 那個結尾是 好像是飛車那個 就不是我們現在看開 在辦公室 在向著李子洪的台開槍 那一幕來的 還有一些東西是不同了 他們看了之後 那很可惜我們又看不到 那我們說回 12月31日那晚好笑 拳內那晚呢 是有東西看的 就是他已經公佈了一件事 就是說 那個 那個 那個隨直版 那個五夜長版 播完之後呢 就會有神秘片段了 撐你有神秘片段了 你想一下發生什麼事 王家瑋出來說兩句話 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買不到票 我唯有呢 現在呢 就要貴求一些 我買到票的朋友 我不知道究竟呢 他們看了些什麼 就是那個神秘片段 不過講到亞非正傳呢 我上網找過不同版本 因為你知道王家瑋的戲 是有很多不同版本的嘛 包括你出碟 都有幾個版本的嘛 你絲絲修復了 然後 然後有些東西會不同了 是 我找那個版本呢 我看完之後 我也不知道 究竟那個片段是見還是留 那個就是台灣版的 台灣版有一幕呢 就是講到 阿旭仔呢 他被人追殺那段呢 他簡直有個 就是有個替身 然後就是由天橋來跳火車的 是 那些時候 那個產品很流行的嘛 動作場面嘛 他那個是剪得很奇怪的 奇怪到呢 好像 我懷疑不知道是否 由第二部電影 這部電影剪下來的 這樣 不過阿Tomas 我都想補充回 台灣 他們那些發行生 以前出了名 是自己搞剪接的 當他收到這部電影 如果他看不明白 他自己搞的 其實當年這個 《Perfection》也是這樣 他們看不明白 就把第二和第三個故事 調轉了剪 咦 台灣那麼十個脆 是啊 那都是文字未開 阿旭仔 阿旭仔之前給了一段影片 我看了台灣版 我覺得 一來那個畫質比較差 始終可能不知道 在哪裏拿回來的片段 二來看回那時候的風格 如果是台灣人動過手 我覺得那樣像 以前台灣黑電影 哈哈哈哈 那些蔡陽明 蔡陽明黑的那些 我覺得 台灣還沒那麼重 有一場就是 火車裡 劉德華和 罵張過榮那一幕 罵她說 你是小鳥 你要飛給我看 那裏 如果我們看回現在的版本 他們是近鏡的 但是現在 台灣版的那個 他是遠鏡拍著他們兩個 在同一個畫面出現 大家在那裏說 咦 是啊 雀仔那個沉默 我們看是近鏡來的 所以其實阿羅 各位 肯定不只放了一部鏡頭 肯定放了兩三部以上 他是 阿森哥仔 就補充最後 他就說 其實應該是在台灣的DVD 或者是VHS 出現的那一幕 我覺得如果是這樣的 應該是Anders哥哥的 那個情況 比較普遍一些 如果是VHS的話 就像自行剪接過那些奇怪的事情 不要懷疑台灣人 絕對會做這些事情 他們都不需要問過你的 但是我們昨天看過 觀影的感性很好 大家都很寧靜 我看很靜的 我不知道Thomas 其實你上面是不是都OK 你上面的觀眾都 很寧靜 還有文化中心 那個投影機 我覺得都轉了4K 所以其實畫質 都是保持得很好的 就是他 那個烤背 其實他應該就是 把那個菲林 去洗乾淨了那個菲林 然後就 然後就 轉了一個DCP的格式來播放 但是他沒有修復的 所以你看到那個畫面 其實是有些 微粒 有些花痕 這樣 但是這個是正常的 然後我們看 就很寧靜 其實那場是OK的 那場是挺好的 看這些戲 我們當然要乘機賺一賺 文化中心 他有一個非常之 教授 應該是今次電影招館的教授 其實他是 只要你訂閱了他的Youtube頻道 你就可以換一套他的Postcard 你也知道 關於黃家衛的東西很貴的 現在的東西可以炒到 總之他是給你一套Postcard 很漂亮的Postcard 做得很漂亮 他只是 特字來的 他的面子 阿菲正傳的幾個字 還有再給了一張Postcard 我最初以為是尋真記Postcard 原來尋真記Postcard 是正面的 反面的就是阿菲正傳的Postcard 那我就覺得 很有心 其實他真的 出了一套東西 然後是 給你們看這一場的觀眾 做分一個souvenir 就可以帶走他 這個是挺好的 我覺得很貼心 其實我們意外經濟 因為我們沒有想到會有東西送 其實我們覺得 有得入場看 已經是一個 我們已經賺了 我已經覺得是 但是可以再有東西拿走的 那當然更加開心了 我們是 因為這個戲的版權是在環牙 不是澤東 是有東西送 那我們現在就要轉代表 我們要轉什麼代表 因為其實我們講開 就是關於王家衛的電影 大家都知道其實王家衛的電影 是很多人都取之有無的 也都很多真是忠實的粉絲 但是為什麼我們要講講他呢 因為我們發覺他近年 真的 開始有些走火一魔 有些警戒 出那些東西 出那些無限量的 我都不知道出了一版本幾 那些碟 是不斷出很多碟 我們認識 我和Annes認識 那些碟碟 碟碟 碟碟其實也是一個很喜歡買碟的人 他都說 大哥真的搞不碟 他都停了 他說我買不到 他說他真的是 幾年就出一個版本 幾年就出一個版本 他不知道加了什麼 上去 他擠牙膏式 他所有東西擠牙膏式出現 如果你財力夠的 你就買了他的東西 我們沒有什麼財力 沒有什麼地方 我當然不會跟你瘋 但是我們看上去 真的有點離譜 所有事情都越來越過分 Tomas你可以說一說 我要為他平反 如果你看回王家衛過往幾套的票房 其實過一千萬的票房 就只有兩套 一套就是《一代宗司》 另一套就是《王國他們》 《阿非正傳》也不過一千萬 他重拍完才過一千萬 當時有上映 那時候他不是 他是一個小眾電影 雖然是大明星 有很多人看不明白 那時候應該拍很多戲 其實都賺不到錢 那現在他不是 以前虧了的賺不到 現在他一次過賺回來 沒有問題的 我覺得是 那麼阿Thomas丟了個網給我們看 那就是澤東的購物網 就是購物網 裡面有很多所有的物件 你都可以買 我真的找不到 連睡眠膜都可以有 大哥 《Playcast》也有 《Giftbox》也有 連紙袋也有 頂你這個費 紙袋也有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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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豈有此理 然後我們看 其實我們初初都沒有什麼感覺 但是當 我記得 去年還是今年 當他出過30 Tody Bag 我們就已經馬上四起了 就是我們說 喂 沒事吧 你那個這樣的Tody Bag 你給我買成390元 哪個買呀 那原來真的有人買的 其實是 但是我們真的覺得 是不是真的有點離譜呢 你現在定價是比較進取的 是不是 但是很荒謬的就是 如果你看他那個 那個網上商店呢 是最貴的那些 Giftbox是最快被人掃了 因為我猜那些可能是限量 那所以可能就很快被人掃了 那出紀念品那樣東西 其實我覺得 是商業行為來的 我覺得又不是問題來的 那你阿公其進 就是都很多年都沒有新作 那他都是不停的出他的紀念品 那我覺得 又是出到整行整市 那當然人還沒出的那些紀念品 那個設計就會複雜很多 就會多樣化很多 那如果你看王家 他現在說他自己 在澤東30周年他搞了一個網上商店 那你看他那些紀念品的設計 是比較單一化的 我覺得是 這個不知道你認不認同 就是例如說 我很認同 他鑰匙奏 他的杯子 好像這麼多套戲 出一些東西 其實他那個設計 那個模式 其實是相近的 我覺得是 那我覺得就似乎 他出紀念品 就似乎欠缺了一些誠意的 是毫無誠意的 豈有此理 就是我們覺得你如果出得漂亮的 就是你賣貴少少 我們真的覺得沒什麼所謂的 對不對 大家就是你 畢竟你責東30周年 但是其實我們反感在於 一來就是他出這些 就是精品 就是所謂的精品 就是那些設計 你真是很傻 很傻 很傻 但是你又賣 你又飆得這麼鬼鬼 但是你也吹不上 有價有市 真的有人賣 另外其實是 我們覺得他這支牙膏式的波影 我們覺得真的有些很厭倦的feel 這個我又要平反的 就是 就是 扎東那些 其實他全部都有做4K修復的 你都要有足夠材料 其實你才能修復到 或者王閨 他不停地在那裏剪新的版本的戲出來 你不可以不佩服他 他保持那些 拍攝的素材 他真的保持得很完整的 喂 你現在很多 你外面其他的那些港產片 其實那些 拍攝的素材 因為他沒有地方放 拍完之後就消毀了 那你阿非正傳那些 之前拍下來的片 我相信都已經失傳了 就 喂 你有那段片 你才可以 可以搞那些NFT 搞那些不同版本的 你沒有 你怎麼做這件事呢 那 還有他 他都 我猜他都 看到那個形勢 就是 因為近年 如果你說出碟 其實 近年都少了人買碟 所以可能他 要 另外出這些紀念品 來幫他自己 那 王閨也是一個 比較堅守 堅守 器語文化的人 就是 因為 澤東那些電影 就是 甚少你看到 是有串流平台上畫的 就是 他通常就是 他通常就是 撿了一個最漂亮的版本 然後就隔幾年 然後就上了畫 然後就撿了一筆 這樣 嗯 那他很應該 給一張PASS 尹先生 哈哈哈哈 我覺得 又沒有問題的 我猜是因為近年 他都 因為他在大陸發展 他現在在拍一套 《高度電視劇》 是 他是感覺到 有很多大陸人 是 追捧他的作品 所以他就是 又是 學我剛才說的 以前找不到 現在一次王閨站回來 真的 這個事實上 我們剛剛 以後都說了 我有朋友 有賣那些電影單張 他都告訴我 王家衛電影的 電影單張 是很搶手的 尤其是 他說很多賣家 都是大陸人 他們 就是 他是迫的 是迫到很高的 他們都捨得比 那你沒有辦法 就是那句 有價有市的 是 還有他的作品 近年都有 在大陸重新上畫的 包括《阿非正傳》 《花樣年華》 近來就說 會出一個 在廈門那個電影節 他就 會播一個 《花樣年華》的 iMAX版 有一個新版本 有 iMAX版 他們在大陸播放 是否配上普通話 未必 我猜應該會用魚 有可能 嗯 他們有些是喜歡原汁原理的 他們有些大陸人 其實他們不太喜歡聽背音 遲些有iMAX版 這樣也可以 遲些會不會有4DX版 即是那些人吸煙 然後馬上噴煙出來 震 震 震 他在那邊跑的時候 你把椅子在那裡震 神經病 我 但是 他真的很多 其實我覺得太誇張了 他那些 那些 那些 你可以把一個作品 可以擠這麼多東西出來 其實 我覺得在誇張之前 我又很佩服他的 你這樣都可以想得到的 那些事情 我也想不到 再誇張一點 其實我們都還沒說 蘇富比拍賣會 那些人更瘋 一張貼文 可以買幾十萬 我不明白 其實那張是什麼 但是為什麼可以買這麼貴 他那張貼文 他就說 有這個 王家衛的額外創作 然後加他親筆簽名 最貴的那張 賣了五十多萬 然後我想 是不是舊版貼文 又不是 是2021年新印的 這樣都賣幾十萬 我不懂得欣賞這件事 另外還有一件事 就是 剛才都說了 就是 他買一個叫做NFT的 一個 就是掃買藝術品 買了九百多萬 夠養老 他還有些菲林 記得他剪的菲林 都可以買的 不是九百多萬 四百 預四百萬成交 有 那他就包括 他那個NFT 其實就是包括 一個九十秒的 一個 花樣聶華的片段 還有 我看你好像 氣服都拿來買了 已經 是啊 什麼 什麼哥哥穿過的 皮褲那些 不知道什麼 都拿來買 七十幾萬 他們真的 可以養老的 夠養老的 其實他可以退休 不如直接退休吧 不要 搞那麼多 他真的什麼都挖出來買 看來都莫財 夠小家衛的行動 很莫財 真的很莫財 我覺得他又不是莫財 不過他 他突然間太進取了 我覺得是 是 因為其實他 我 逢是如果 那樣東西 是在澤東旗下的 一來 我們不會容易見到 二來 他會好多的 那還有 他會 他的版權 他也挺緊的 還有 他的播映 你又催不去 那時候 電影節 他就有一場 不知道播哪一套 我都不記得了 他說突然間 因為澤東三十周年 有個禮物送給你們 就是播放了所有山剪 就是 那麼多部作品的山剪片段 就播了出來 那 我覺得這一類的播放 播放模式 就會無間斷地出現 那 但是你又催不去我 你又真的會進去看 其實如果你給我 我都想進去看 那 你 其實 他的倉底 應該有很多 剪了菲林的 應該有很多 我覺得 你一代中詩之後 還有幾個版本 我不知道 不過有件事 我覺得 雖然他近年 他比較活躍 在 就是 將他的舊作品 renew的一個行動 那 但是 如果你看英王 他之前播放花樣年華 和現在播出王澤西 其實 他那些宣傳 和他 他有展覽的 他那些展覽做得漂亮的 真的 真是扔本 真是認真的 就是 雖然他是重演 他過往的作品 但是 其實他 真的 他都 不是說這樣 放著播播 不是 其實 這個要贊英王那邊 就是和合作搞的 真的很有心機 其實他還有 如果你上去 你可以做一個QR曲 然後你在那裡看 關於春光詐士的 相片的時候 他會有導讀的 即是有王家衛的聲音導航 這樣 這些就做得好 那紀念品 麻煩你多給點心機出 我不介意出紀念品 但是 應該就是 那個設計 那個水平應該 我也是有提升的空間 是的 不要不要 摟武器 其實很多人都支持 很喜歡他的舊作 當然 其實如果你說 我看回《希飛正傳》 有一些唏噓的感覺就是 我除了裡面 所有東西都是 那個組合不會再出現 哥哥走了 然後 其實唱片 抹歌就是 毛艷芳的視角 一樣的 那之餘 其實你覺得 那時候他拍攝 是沒有那麼多計算 我覺得他沒有那麼多計算 他近年的作品 其實很多變得太刻意 變成是不好看的 所以我們很珍惜去看回一些他以前的舊作 尤其是這套 和我很喜歡的《重慶森林》 其實他是很沒有計算 和《重慶森林》更加 因為要趕的 反而是更好看的 這些劇 那 在我時間再看回這些劇 的感慨很大 其實 他現在正在拍《繁花》 我不知道他究竟 他製作到什麼階段 有人就 吹到說 有傳有張曼玉出現 這個 我覺得可能性不大 你有沒有看過《重慶森林》 我沒有啊 看過 但是 沒有感覺 他《重慶森林》的感覺 我覺得有點像《擺盜人》 蛤? 因為他也是拍《上海》 我有點憎大盜人 還有有人就說過這件事 就是他一開始說拍《繁花》的時候 一部電視劇好像說 遲些會有電影版的 不知道會不會搞到2046年 他那時候就說用上海話來拍的 但是那條《繁花》是普通話來的 有人就覺得 喂 有些貨不對版 這樣 不行的 方言這些東西 不統一 你也知道現在這是什麼環境 這一節我們就說到這裡 因為我們套租也套了很久 不是套租 要賺的 有很多東西賺的 我套租 你賺 這是一個正常的行為 就是你自己想想 下不下答 如果你真的要買《王家衛》那些作品 其實有一套《World of王家衛》的CC的作品集 其實那套我也值得買的 一千多元就有幾套 有七套在裡面 我覺得 那套 那個《World of王家衛》 其實就不得了 CC好像 那個《阿非正傳》 好像就有收錄 星期六晚看那個 《阿非正傳》那個頭段 他們是看到 但是他們說 當然那個質素是比較嫌介的 因為沒有整個 就這樣原裝就放回去 沒有啊 如果你要有修復版 你要問電影資料館 看看他肯不肯修復 看看《華雅》肯不肯修復 好啦 我們暫時說到這裡先 稍後回來我們就說戲啦 《華雅》 感谢观看